早安山东新闻继续 结婚是一件大喜事 亲戚朋友凑在一起闹腾闹腾啊 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要闹过了头咱就不好说了 不说是丧风败俗吧 但是最起码的是有爱观瞻啊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组镜头 这是昨天清晨自博张店区 华光路路口监控拍下的画面 这可不是打群架 而是一群年轻人正在闹新郎 他们把新郎衣服脱光 用透明胶带 把新郎绑在路中央的交通信号灯杆上 然后用鸡蛋蛋糕等招呼起新郎来 闹婚一共持续了五分多钟 人群散去后 地上鸡蛋壳蛋糕到处都是 新郎甚至把裤子也扔在了现场 几分钟后 环卫工人赶来清理垃圾 早上八点半左右 这个路口还有一些垃圾残余 粘忽忽的贴在马路上 环卫工人说 他们只能用水冲的方法来清理 通过监控可以看出 荤车就直接停在了行车道上 影响了自博张店 华光路向西方向的通行 还用红纸遮挡住了部分号牌 这种行为呢存在了以下几点隐患 首先呢对过往的车辆 形成了带来了不便 对自身的第二对自身的安全呢 形成了一些安全隐患 第三他们这个对车辆遮挡号牌 还有在路边上违规停车 这都属于违法行为 昏闹涂的是热闹乐呵 但是昏闹呢不等于胡闹 失去文明理智再热闹 也会觉得变味 看似喜庆实则低俗